每每去超市,很多人都会感到力不从心,该处备些什么样的食物,该买多少水果蔬菜,买什么零食好呢? 尽管你可能知道哪些是健康食物,也很难决定每天该吃些什么。 那么,不妨看看营养专家们的选择吧。 牛油果腹和维C,能增强免疫系统,提供日常饮食所必须的健康脂肪。 同时,它也是其他食物的最佳栽档,可以作为栽明智的馅料,或就加点海盐,鲜鲜胡椒,碎蛋吃。 此外,它还能提供个人每天总是40%的膳食纤维,花圆菜,还有利于骨骼发育的为配合感。 同时作为一种碱性食物,能促进骨骼密度,减少平静妇女的骨骼损失。 同时,它含有镇定神经的美,对孕妇有好处的叶酸,以及大量膳食纤维,保护感强且能帮助减脆。 成交还有酱辣素,这种化合物既能帮助人们消化,缓解恶心的呕吐,又有抗炎症的功效。 能缓解关节炎和炎症,苹果醋能使人体内部保持弱景环境,防止疲劳、炎症、超重。 本次可谓灼热的问题,红薯含有对皮肤和眼睛好的胡萝卜素,同时也是不错的下食纤维来源。 可加入沙菠菜,也可以蒸过烤。 枸杞富含植物类抗氧化物,能由效仿指辐射,一项研究表明。 仅仅两周内,和枸杞制的人群腰围明显下降,可以在沙拉、夜脉周周加入枸杞,或者当作领食每天吃一小把。 肠含有大量的多分物质,有抗炎症和抗氧化的功效,能促进心血管健康。 肠还能保护顺利、牙齿和骨骼健康。 保证记忆力、认知力的正常运作。 不加糖的茶通常只好少量热量,是减肥良方。 营养学家建议,也可在烹调时用上茶水。 王佳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